《聖經》 先看箴言第二章的十七節 箴言第二章十七節 箴言第二章十七節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世代裡面 一般人在講到男女之間的這個婚姻上的一個約定 今世の中では男女の間の婚姻の約束については 那麼如果還沒有進入到訂婚階段的青年男女 他們都會這個三蒙海誓 那我們就用很簡單的兩個字叫做四約 已經是這個已經是起事過的 那麼兩個人之間的一個約定 那兩個人真正的進入到這個訂婚階段的時候 已經有訂婚的儀式 那他們都會說我們兩個人已經有婚約了 婚約儀式は始めてから二人の中間 二人の中間も一緒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所以我們一般談到的這個四約 那麼或者是婚約 那麼這個是在現今的社會上 我們常常會聽到的一個字眼 那常常在他們的這個結婚的時候 他們所貼出來的一些恭賀詞裡面 那他們也會說 哎呀這個婚姻是天作之和 把天拉進來 婚姻是天從天從合成合成的 那麼或者他們會說 這個是天人合一 那換句話說 那換句話說在一般外邦人 他們的心目當中 他們也認為這個婚姻也是這個 上面這一位神 他所創立的 但是我們在這一本神給我們的真理當中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段經文 我們神所使用的名詞叫盟約 那什麼叫做盟約呢 他的解釋是這樣子 他說在神與人之間 那伴隨著神的印證的神聖的命令 那這是出於神的保證 那這個盟約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很單純的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我們在兩個人的婚姻的約定當中 現在我們有神參與在其中 而且我們這位神會用他的命令 就是說用他的真理來做保證 然後如果我們能夠按照神的真理 來過兩個人之間的婚姻生活 那這個才是我們聖經裡面 神所告訴我們的婚姻的盟約 那麼在一個盟約的真理的紀錄當中 到底他必須要具備哪一些條件 我們現在再另外來看馬拉基書第二章 馬拉基書第二章的十四節 我們在這一段經文當中 也可以看到這樣子的字眼 說耶和華在你和你右臉所取的妻中間做見證 他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 那這段經文把神介入在主內的兩個人的婚姻當中 那麼記載的更加的詳細 所以我們的另外一半就是我們盟約的配偶 那有神介入在我們婚姻當中的這一個盟約 到底他要具備哪幾個條件呢 我們要從第十節到十六節的這一段經文當中 我來談到有四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在裡面 在我們正耶穌教會的青年當中 或者我們的婚姻當中 有這四個必備的條件 那我們的婚姻才是神願意做見證的盟約 我們來看第一個條件 請看第十節 我直接揭露它的重點 所謂的盟約就是必須要此所神跟列祖所立的約 不可以背棄 那當時的馬拉基先祖的時代這些以色列百姓 你看先祖責備他們說怎麼樣 背棄神我們列祖所立的約 那什麼是我們天上的真神跟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約呢 我們現在回到創世紀的十七章 我們馬拉基書這裡做一個記號 在創世紀的十七章 在第二節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神跟我們的 屬靈的列祖亞伯拉喊說 我就與你立約 那麼第四節我們的神說 我與你立約 那麼到了第七節又說 你世世世代代的後裔建立我的約 做永遠的約 那這個約到底是什麼約呢 就是生命的救贖之約 所以到了这个十一节 我们的神说 我跟你们所建立起来的生命救赎的约 我现在要立证据 那十二节就谈到说 肉体上接受割离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肉体的证据 那这是一个永远的约 你看十三节就说到 这是一个永远的约 不会改变的 那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列祖 立了这一个救赎之约之后呢 我们的神曾经对他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保证 即使将来你们不遵守我的命令呢 我现在要谈的背景是立位记二十六章 我们先来看这个关键性的经文 经节 42节 176ページ 好 立位记二十六章42节 我们读这段经文就知道 我们的神说 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与以嫂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那这是在什么背景之下 我们的神谈这一句话呢 如果百姓不听神的命令 我们的神把他的百姓交给仇敌了 不眷顾他们呢 那在仇敌之地呢 如果这些百姓他们能够虚心的承认他们所患的罪 我们的神说 我会赦免你们的罪 然后42节就记载说 我还要纪念跟你们类主所立的约 那么到了44节的下半节 我们的神说 我虽然把你们交给仇敌 我不会把你们全部都毁灭掉 那我也不会背弃 我跟你们的类主 他们就是他们所立的约 就是说跟你们类主所立定的 这一个生命救赎的约 所以一个盟约他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们不可背弃神跟我们列主所立定的生命救赎的约 那他的意思在现在我们解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选择选民来跟你完成你的婚姻 婚姻的对象是选民 那换句话说 我们不要去选外邦人来成为我们的对象 因为盟约是在神 生命救赎之约的涵盖范围里面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现在的婚姻是有神来承认做保证的盟约吗 就是我们有没有主内联婚 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年对主内联婚这样子的观念 有很多的不愿意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我最近就碰过一个青年这样跟我讨论 那时候传道 你说我们这个婚姻的对象一定要选民 那我请教你在旧约时代的选 到底他是不是神的选民 那么他要具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条件 我都还没有讲他就主动跟我讲答案 他说就是身份 你出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祖孙 那你有这样子的身份 那你就是神的选民 那你如果来到这个世界 你不是生在亚伯拉罕这一个族谱的系统里面 那就是外邦人 那身份既然是选民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一直到了新约的时代 在神的救恩变成是一个朴素性的救恩 神的救恩是可以改变的 身份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他有讲你看使徒行传里面 第五章记载的一对夫妻是亚拿尼亚这一对夫妻 他们是犹太人啊 他们出生就是选民啊 那可是呢 他们因为做的事情欺骗神 所以他们的身份怎么样 改变啊 被神抛弃啊 那你在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 你看蒙兽神 神拣选的 这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叫戈尼流 他没有选民的身份啊 可是你看我们的神 拣选他让他进来救恩的系统里面 那今天我们在婚姻上的选择 既然身份是可变动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选择戈尼流 然后让他进入神的救恩系统里面 那一定要去选择亚拿尼亚 然后呢 这个共同欺骗神 然后身份改变魅王吗 所以你强调 他说这个传道你说 这个盟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选民 才符合神盟约的资格 那这个你怎么做解释呢 因为身份是可变动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 那我想在一个新约的时代 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选民 当然身份已经不重要 因为旧约神跟选民立约的肉体的证据叫做割礼 旧约では神様人たちと約束された時 肉体の称号として活礼を行いました 那割礼在新约的圣经 我们的神透过保留重新做了一个诠释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 清文我不念我直接讲答案 我ではまず答案 旧约时代的割礼在新约时代就是讲洗礼 旧约时代的割礼は新约时代では 博哲漫という意味です 所以旧约时代持守生命救赎的恩典 是身份 旧约时代的恩典内の命を保持身份 那新约时代是不是神的选民 他的判断的分界线不是身份 因为这是可变动的 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是有没有接受洗礼 新约时代では神の声明であるかどうか パーティズマン受けたかどうかによるものです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从26节以下的经文 26節から見ていきましょう 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那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呢 那也能够得到这一个生命的永远的救赎的约 这个约定 从加拉太书三章26以下 也是讲到洗礼 所以27节说 受洗归入基督 那我们就是把基督好像一件衣服 就是把基督的救恩穿在我们的身上 那28节说 不分犹太人细腻尼人 就是没有身份的区隔 28节说 もはやユダヤ人やキリシア人もなく 也没有性别的区隔 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的区隔 社会の階級もありません 因为洗礼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合而为一了 所以29节的结论就是说 既然我们归属基督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我们要讲圣经当中的盟约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在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选选民 我们的婚姻的对象一定是选民 那如果不是选民 不是跟我们相同信仰的 那么就没有神参与在其中 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 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 我们请看十一节 我们的神则被当属的 以色列百姓说 他们怎么样 他们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 取授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基 那盟约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们要行神所喜爱的圣洁 我们不能够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 那当我们从这一本圣经看到 我们一个人要圣洁 那一定要有血做见证 流血 身上的血来做见证 好像在西伯来书9章22节 我们的神就这么说 他说如果罪要得到赦免 一定要流血 那如果没有借着血的话 那罪是得不到赦免的 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流的保血 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减 那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神看为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义人 那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宝血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 我们从13节以下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记录 当耶稣要去在约旦河要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 施洗约翰是不跟耶稣洗的 在14节你看数学院说 你怎么来接受我洗礼呢 是我要接受你的洗礼才对啊 因为耶稣基督他生命里面没有罪 他不是人的后代子孙啊 如果是人透过婚姻所生下来的后代子孙 那我们就有所谓的这个 祖先犯罪的遗传性在里面 在诗篇51篇的第五节 诗篇51篇的五节 大卫他作诗歌就这么说吗 他说我妈妈怀我胎的时候 我就有罪了 所以我是在罪内当中生出来的 然后你配合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 罗马人的五章の十二节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啊 罪是从一个人进入这一个世界 那死亡呢 又是我们患了罪 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会进入死亡 表示说我们都是有罪的 所以从人的这个婚姻系统当中 所生下来的生命 那么都带有所谓的原罪 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灵孕育 然后借着玛利亚生下他的肉体 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没有原罪的 不需要承担主先所患的罪 所以一个没有罪的耶稣 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难怪施洗约翰他觉得错了 不是你来接受我的洗礼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 耶稣告诉施洗约说 你暂且许我 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为我洗 你一定要为我洗 不管你懂不懂这个背后的道理 那耶稣交代的原因 他说因为我们礼当这样禁诸般的义 这句话施洗约翰他懂了 他听懂了 所以圣经记载说 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来施洗了 那什么叫做禁诸般的义 这个义到底主的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 所以我们回到旧约圣经来看一看 神所告诉我们的说什么叫做义 在生命纪第六章的二十五节 生命纪六章六章二十五节 这里圣经我们的神像告诉我们 神是这个ように我教的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怎么样 谨守遵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义 耶稣基督他是遵照天上这一位神的真理而行 所以主耶稣告诉施洗约说 我们要尽诸般的义 就是神所说的这些诫命 我们都必须要谨守遵行啊 你怎么会不为我施洗呢 耶稣基督他所命定的 这个洗礼的方法 就是在流动的活水的泉源里面 这个是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神也透过先知这样做的宣告 神说一定要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 开一个泉源 然后洗除罪恶与污秽 开一个赦罪的泉源 这个就是讲到 这个开这一个赦罪的泉源 是为了洗除我们的罪恶 所以主耶稣他是遵照天上真神的真理 然后照着神的话 他谨守遵行 所以他的血 今天我们透过洗礼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 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 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盟约的第二个条件就是 我们要有神所喜爱的圣洁 那要有圣洁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参与在里面 所以我们透过十字架上所流的耶稣的宝血 我们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到流动的活水 去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 那耶稣是遵照神的真理而行的 进入流动的活水 接受洗礼的 耶稣基督はまことの神に従って 流れる水中で 浮出神を受けました 那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婚姻是盟约 我们一定要在婚姻生活当中 遵照神的真理而行 那这样我们才有所谓的圣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照着真理的婚姻而行 才有圣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讲一个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我讲一个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我们人都有很宽广的一个 个人主义的一个自由的这个什么 揮发的空间 今世中では 所以在婚姻上往往我们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婚姻においては 結婚においては 差角を起こすんです 我们问说 怎么样这个婚觉得值得不值得 所以結婚は倡にするかと 我们我听过很多回答就是说 哇他对我真的很好啦 感谢主啊 赏烁我一个很好的另外一半 因为在婚姻当中 我们的配偶对我们有公用性 服侍我们的公用性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我是在享受婚姻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婚姻有价值 那如果是责任的付出 你要不要承担 我们都觉得 婚姻里面有享受啊 因为我得到好处 婚姻会楽しめるから 所以自分が良いところに承担 那如果现在是 你要责任的付出 那我们愿不愿意呢 我碰到的事情是这样子 差不多晚上差不多6点6点多 夜6時前後 那我接到的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 我看她口气很不好 而且嗓门蛮大的 她说传道你赶快来喔 电脑哉快来喔 你不来我们夫妻要离婚喔 电脑哉来なければ 我说我离婚します 我说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啊 都一样大変的事 你赶快来啦 你不来处理我们真的要离婚了啦 快来来啦 所以来来修理しなければ 我说我离婚します 我们的婚姻是你主持的 我想说哇好像很严重 我说好好好不要冲动 我马上到 我们台湾有一种房子 它是没有电梯的 总共有五层楼高 它叫公寓式的房子 那他们住在第五楼 那很辛苦喔 那很辛苦喔 真的很辛苦喔 没有电梯喔 买菜 提到五楼 很重喔 所以下班哇爬到五楼啊 全身瘫痪 很累 那刚好他的先生结了婚之后 也生了一个小孩啦 旦那さんと结婚してから 子侯を捕捕了 那小婴孩都还是在强保当中喔 那小婴孩都还是在抢保当中喔 太太刚好在厨房里面准备晚餐 哇 热火朝天 火冒三丈 小孩子刚好又哭了 这个时候外面少女祈祷的音乐响起来了 懂意思吗 这时候外面的音乐响起来了 垃圾车来了 台湾的垃圾车都是放那个少女的祈祷 六点多 垃圾车来了 那这个当太太的还在炒菜 那他一听啊 一赶快出来就抱着这个小婴孩在哭吗 然后就告诉他现在是垃圾车来了 你看三十包垃圾 赶快下去倒一下 那这个先生已经 哦 我很累啊 我不想再走这一趟路啦 所以他说你整天都闲闲美带子嘛 懂意思吗 闲闲美带子是什么 是日本人的名字是不是 闲就是很空闲啦 没有事情做啦 就是说你整天在家里面也没有做什么事 你没有上班啦 整天都是闲闲的 你让我休息一下 你下去倒啦 那这个当太太的听到的火气就来了 你以为带小孩很简单啦 我忙着不得了 你看我头发跟鸟翼一样 我忙着不得了 你看我头发跟鸟翼一样 我忙着了 你看我头发跟鸟翼一样 大哥到社会死啦 你没有听到这个我们结婚的时候 那个正道的传道怎么讲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当我结婚的时候 通常有什么人哪在说的呢 以服守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这个二十五节 刚好真的是他们的婚姻是我证到的 对那时候他们的婚姻和结婚是 我们参照说 我会参照说 当丈夫的要怎么样 要爱太太 然后呢 要能够为太太舍命啊 所以旦那生的主人的物 自分的奥子的生命 自分的奥子的生命 要你的命啊 連命都可以為太太犧牲 奥子的生命 要你的命啊 去打 生命 只要奥子的生命 寄生的 所以 放棄的生命 也不能夠 哈先生 從沙發爬起來了 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聽到的跟你不大一樣 所以旦那生 沙發 起上了 我記得我們都傳到說 當妻子的 要順服自己的先生 以弗所述 五章二十二節 那我現在講話你不聽啊 去打 順服 兩個人就是為了垃圾吵起來 那千錯萬錯是傳道的錯誤 全部電動車的生命 因為我跟丈夫說 這個要愛太太 要為太太犧牲生生命 我告訴這個 當太太的時候 順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奥子向著自己的聲音 道理都為別人聽的 不是為自己聽的 所以我說 好啦 不要吵啦 對啦 這個道理 我正道的時候是有講過沒有錯 那時候我就說 いいよ いいよ 行いでください もちろん 結婚取り行う時 拜託 冷靜下來 不好 這樣一起來禱告 先一起禱告 冷靜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一緒に祈りましょう 那都還有敬衛神的心 所以就跟我一起禱告 まだ神を敬う 心を持って 禱告完乗りしました 禱告完乗り之後 我說 心情平穩下來的嗎 祈り終わった後 冷靜になりました 兩個人都平穩下來 我說 好 要不要再握著手 我再祝福一次 天握手 再再再祝福一下 他們都跟我說 傳道對不起啦 不用了 不用了 その時 夫婦は電動車向かって もういいですよ 我跟他講說 這樣 垃圾我幫你們倒 以後家裡面有垃圾 你打電話給我 我就來倒 家裡有垃圾出 電動車呼吸 你們希望都是為自己聽到 好好 順服這本聖經神的真理 聖節 聖節要留學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留學 也就是要我們在流動的火水裡面接受洗禮 清潔的地方 血を流す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亡 所以我們不要太過個人主義化 什麼都是要求對方要配合我們 那如果沒有遵照神的真理而行的話 我們就達不到婚姻當中的聖節 神的心理に従って行わなければ それでは聖節に達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 所以在約翰福音17章的17節裡面 這節經文說 說耶穌為祂的門徒祷告說 求天上的神能夠用真理讓這些門徒成聖 那麼19節的最後也是這樣告訴我們 讓這些門徒能夠因為真理成聖 所以我們的婚姻生活要能夠聖節 一定要有神的真理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那有神的真理在裡面 我們逐漸在生活當中修飾我們自己的行為 修飾我們的心態 修飾我們自己婚姻的腳步 然後兩個人逐漸能夠二人成為一體 神的心理を私達婚姻中にあれば それで自分の歩み、自分の習慣 自分のものものものを改善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所以我們講說婚姻是一個三角形 神數在最上面 婚姻、結婚人は三角形であって 神は一番上にいらっしゃる 夫妻兩個人本來是有距離的 因為我們生活的、生長的背景不一樣 教育的背景不一樣 夫婦二人はもともと距離があって 家庭の背景も違うし まだ受けた文化も違うし 所以養成很多我們很多的觀念 對一件事情 我們的觀念也會不一樣 それで物事に対して考え方は異なるからし 但沒有關係 我們兩個人都往神的角度走 しかし、二人とも神の所に向かって歩むのであれば 那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會怎麼樣 會越來越小 到達我們能夠天人合一的時候 夫妻根本沒有距離 そういう時 二人の距離はますます近くなって 神の所に辿るのであれば それで距離はなくなります 所以婚姻當中有神的真理 那麼這個才是盟約 不應該是血氣 不應該是情緒 也不應該是我個人的主張 我們再回來馬拉基書第二章 我們來看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我們請看十四節 你看這一段經文我們的神說 耶穂法在你和你幼年所取的七中間做見證 我強調的是幼年 神はあなた達の若い時の妻の間 那麼幼年他所代表的就是最初第一個 若い時というのは最初の相手 那你會發現一個很奇妙的一個 一個聖經裡面的一個相關性的經文 不思議な聖書の関わり持つ聖書 在耶利米蘇第三章的十五節 耶利米蘇三章的十五節 對不起二十五節 耶利米蘇三章二十五節 耶利米蘇三章二十五節 那麼二十五節在這個地方 這裡因為從立國以來 你看這個立國它底下的英文說 叫做幼年 三章二十五節 因為從立國以來 我們和我們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華 那這個立國 幼少の時から 你看這個底下的小數的原文叫做幼年 日文是幼年 日文版有嗎 他就講幼年而已 他就講幼年 我們和和本中文翻譯成立國 所以這個幼年跟立國它在英文是同一個字喔 透過婚姻建立的兩個人的國度 婚姻的國度 婚姻是專屬兩個人的世界 不能夠有第三者介入 那麼在整個婚姻的國度當中的最初的第一次 我們是不是能夠給對方 那換句話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保守我們身體的聖結 那保守在性 在性這件事上 我們要把我們的最初的第一次 在這一個婚姻的國度當中 給予對方 那這個才有神在裡面喔 那換句話說 所謂的盟約的第三個條件就是說 我們要保守我們身體的聖結 那麼靜待婚姻的來臨 要說的話 我們要保守我們身體的契約 我們要保守我們身體的契約 信是神所賞賜給我們的一種 賦予在我們身體裡面的一種本能 聖結是神所賜的本能 因為我們的神在造人的時候 祂就告訴我們說 在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 神在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 那告訴我們說怎麼樣 生養眾多 所以我們的神在造人的時候 已經把這一個性的能力 賦予在我們的肉體裡面 那等到我們的肉體 逐漸成長到一定的成熟的階段 那很自然的我們就有性的能力 自然的性的能力 但是我們的神說 當你要我進入你們的婚姻當中 你必須要保守你身體的聖結 在性這件事上 所以到了這個第二章 創世紀第二章 我們的神為亞當夏娃來設立了這個婚姻 在二章的二十四節跟二十五節 二十四節跟二十五節 當他們的婚姻在神面前 這個完成之後 你看我們的神說 好啦現在 你們可以離開 人要離開父母跟妻子聯合 這個聯合的原文叫交結 就是說兩張子塗上膠水把它連在一起 就是不可以分開 因為不可能說兩張子塗用膠水連起來 我們還可以讓它分開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傷 不可能啦 那神就允許說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允許你們有婚姻生活 我們講你允許你們有婚姻當中的性行為 所以神允許說你們兩個人可以成為一體 兩個人可以創造出同一個血脈 他的原來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那二十五節就提到說 你看夫妻兩個人是不穿衣服的 赤身肉體的 但是不會有羞恥 不會感覺到不好意思 不會的 二十五節就提到說 你看夫妻兩個人是不穿衣服的 但是不會有羞恥 但是他現在用什麼 用那個婚姻的框架把這個性鎖起來 你要使用你這個肉體的性能力可以 但是要在婚姻的框架裡面 那離開婚姻這個框架性的能力不可以 所以婚姻的框架からはみ出使用 但是我們看到現今的數代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有結婚每人協婚都沒有關係 誰跟誰發生關係 有時候都還搞不大清楚 所以我們的婚姻是蒙約 我們的神他要參與在我們的婚姻裡面 那我們的神說 你要保守你身體的聖結 然後把你最初的第一次在你們婚姻的國度裡面奉獻出來 我們來看貼撒農尼加前書 貼撒農尼加前書四章 請看第三節 很多人在問說神的主義 這個是神的主義 其實我們從聖經來看神的主義 這真的很簡單 經文所告訴我們的真的很簡單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神的主義 一開始就談到神的主義 神的主義是什麼 是希望你們能夠聖結 那特別強調的是 遠避隱形 境界肉體的這種情慾的患難 然後地數節說 用聖結尊貴守住自己的身體 那這個聖結 我去看他的原文 他的意思是說 從世俗的淫亂的風氣中 我們要自己分別出來 要走出來 這個世界真的是一個淫亂的世界 現在的世界是淫亂的世界 無論是結婚前結婚後 彼此之間發生性行為 我們現在的人都不認為那是什麼嚴重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人都不認為那是什麼嚴重的事情 結婚前 結婚後 然後說還要用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尊貴 聖なるものを持って自分を守るように 那麼他的原文是這樣講 原文はこう 他說 人有神的榮耀的形象 人有神所祝福的別於其他生物的地位上的價值 所以你們是有尊榮的價格 我們常常說人是萬物之靈長 我們覺得在這個物質世界當中人是最尊貴的 那因為我們有神的形象 因為我們有神所賦予給我們的地位上的價值 超越所有神所創造的各樣的生物 那換句話說 請你用神榮耀的形象保守住你的身體 我們不是牲畜啦 不是動物啊 牲畜動物哪有什麼價值 所以路上就可以表演性行為 是不是 牲畜動物是一個換過一個啊 他們也不會感覺到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是牲畜嘛 那我們人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可以跟動物一樣啊 到處去表演我們的性行為嗎 當一個一個換過一個可以這樣子嗎 那如果這樣神榮耀的形象就消失啦 神就不願意祝福我們了 如果這樣做的話 神的栄光成為了形象 神的核果成為無 anything 神也是不會祝福我們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條件 門約當中的第三個條件 它有三個條件 我們來談第四個條件 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十五节 那么这里有一段经文 我们的神说 谁也不可以诡诈 对待幼年所取的妻 十五节 十五节 最后那一段 那就是说 在婚姻当中 不可以用诡诈 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 那我去看这个诡诈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诡诈就是说 待人处事不忠诚 是背信 违背了我们的信用 叫背信 那么产生了诈气的行为 信用失败 信用失败了 信用度失败了 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 我们的神举了两个例子 叫休息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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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个就是强暴待期 那这个强暴待期 它的英文就是说 好像强暴 好像一件外衣 披在我们的身上 那其实在旧约时代 如果说把我们的外衣 披在 披在这个女性 就是异性的身上 那就表示说 我要娶你为妻 那这个是路德纪三章 第九节的经文 根据是这一节经文 那么 波阿斯把他的外衣 覆盖在路德的身上 那么承诺要取他为妻 波阿斯は 自分の街道 所以 所以 互面就是说 不可以诡诈代妻 这次是互面的讲法 那正面的讲法 就是说 夫妻两个人之间 要有内在的心理的诚实 彼此互相对待 很简单 用五个一 来做说明 五个一 你看我们的神 为亚当夏娃 来设立的婚姻 那我们圣耶稣教会的 正确的婚姻观 第一个叫 一男一女 因为我们不搞同性恋 新耶稣教会的 正确婚姻概念 男人 女人 那第二个意义 叫做一夫一妻 我们是不离婚的 我们也不是说 哇 跟很多人 发生什么性行为 不可以 就一夫一妻 二つ目 一夫一妻 所以他人 成功与 第三个叫做 一生一世 一生爱 所以夫妻之间 我们是没有所谓的 这个说 我们常常说 对啦 不离婚 不离婚 但是精神外溢了 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我们现在是兄妹 我们不是夫妻 同一屋檐下 生活 所以有所谓的冷战 有所谓的精神外溢 那这个都是不好的 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所以婚姻是一生爱 那第四个一 叫做一心一意 四次目是 全心全内 你看亚当如果要婚姻出轨 他不全心全意对待夏娃 他要婚姻出轨 他要去找谁 你知道吗 他没有第二个女人好找啊 他要去找动物啊 去找母老虎啊 找猴子啊 那夏娃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们夫妻彼此之间 叫做一心一意 就是内心成熟的对待 夫妻之间是全心全意的 不要有所谓的恐吓 不要有所谓的谩骂 也不要有所谓的冷战 或者婚外情 或者什么精神外溢 那第五个一 叫做一家一体 一次目的一句的话 两个人成立一个家庭 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体 那这个是我们正义书教会 从圣经 我们觉得这个书 才是我们应当要有的婚姻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忠熟的全心全意的对待我们的另外一方 对待我们的配偶 所以我们不要对配偶产生不忠熟的背信的欺骗的行为 无论是在婚姻生活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角度上 婚姻生活においても まだそういう他の角度においても 那这样子的一个四个条件齐备的 那么这个才是有神参与在其中的盟业 那期待我们都能够认述这些道理 然后在这些道理的教导之下 我们正书教会每一对婚姻 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跟祝福 那晚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再一起来祷告 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同心祷告 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